艾卓俄比亞航空公司星期一在推特宣布 當局已找到星期日墜毀客機內的兩個黑盒 最機造成 157 人死亡 艾卓俄比亞航空公司、中國航空管理局 及其他航空公司宣布 無限期停飛波音 737 MAX 8 客機 自從 2017 年投入洗弄以來 已發生兩宗致命墜毀 敘利亞東北部傳出衝突及激烈戰鬥報道 美國支持的部隊說 他們正在向伊斯蘭國在巴格茨發動最後攻擊 四面受敵的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佛利卡 上星期在瑞士日雷瓦 完成當局所稱的例行醫療檢查後 在星期日返回阿爾及利亞 因事源暗殺巴胺領導人的同父異母兄弟 而被關押在馬來西亞的一名印尼女子 在星期一獲釋 中央